我们暂且把这个叔叔放一放 讲讲毅力 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上面来 还是最重要的 老在那几个字里面出不来 苏梅乐 也是很可笑 很可悲的 很可惜 说说三观 老说这个什么三观不合呀 我跟你三观 你的三观正不正 什么叫正 什么叫三观 说说这个真的三观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这都会说 老认为这一生 我要什么都有 我要享受什么 对这个世界 我很有看法 认知 很独到 自以为是 人就这几十年 从天地而来 又回道而去 人 他只不过是 借助一个身体 来 行一些事情 是工具 本身是无我的 当你又用的时候 用你这个身体思想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就借了一个假我 说你 这个身体很重要 是基础 它也是工具 你要用这个身体 用你的思想 换了来什么 你什么都没有 就一块烂肉 行尸走肉 真正控你那个 主宰你的这个灵体 那也才是 CPU 要高于CPU 因为CPU也是一个程序 死的 但是这个相对 相对的 也是活的 因为更高层面 还是有助在你的 你所能做的 只是你人间 你身边这点事而已 能改变得很有限 这个是空的 人如果没有灵 就行尸走肉 如果没有身体 那也不叫人生 那就是神话片 那就孤魂野鬼了 那也是 乱来飘去的 和没有方向 你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就不要讲那段话 那当然也有 吹上之体 是吧 它反过来 主宰你 影响你 甚至控制你 然后价值 无私 这才叫价值 那你说了 我什么都奉献 好像就不对了 你要对的人 对的事 做相应的法 做事不得法 好心 自然没好报 你给人家定帮到忙 那你是什么 但是 为功 如果再加两个字 非要加上 那就为功无私 自然界 地活水风 那四大要素 用现在话讲 就生命离不开太阳 水 空气 跟大地 土壤 这个日月轮转 山河大地 什么时候跟你说过飞 太阳 那 阳光补照大地 每天 都转心意 水 自高而下 生生不息 下来又上去蒸发 风 同样 随着这些 你呼吸的 包括 土壤 生命离不开这些 随不说过 你收购费 我们说过 下节目继续 准处 我们下期再见 又是 两次 行 一